大树里都抵不开这个人工智能 没有人工智能大树怎么用没法用 大树里分析 大树里好几步 第一步采接 第二步管理成熟 第三步就是分析 数据的分析 才能得到有用的资料 就用人工智能方法进行分析 阿尔法下棋一样的 刚才我讲的它不会错的 它一步步都算好了 它算不上都算好了 但是它应用范围现在可以很广 我们澳大有这种 比较庞大的成熟的人工智能的队伍 他们的国国人工智能国国方面 在他们进行研究 比如说我的模式别 图像处理 机器反应 信息安全等等 这都是一项人工智能的 不同的方面 我们自己老师他们都做了研究 而且都有丰富的成果 主要在理论上 在世界上都是很有用的 人工智能就是用现代的科学技术 来做一些大大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开车 我疲劳了 对不对 这部分它比我们强 用我们的方法 用我们的技术 我觉得是不能超越我们人类的 是我们人法面的东西 因为我们大学嘛 我们培养了一些学生 每年我们开了人工智能的过程 每年都有不少学生 铁皮研究生 来上这些课 带来支持 他们要有一种叫创新精神 铁皮在人工智能方面 它方便用的时候 那些用就想得到 一用到 那些领域上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剑申栋梁 剑申栋梁 赈润梁 剑申栋梁 山洪栋梁 Dá津梁 那的 ags 河栋梁 是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